大家好,这里是小月花姐 现在有很多花药在养护富贵竹的时候 都会出现业绩越来越黄的困扰 那么同样是仔细养护 别人家的都是有绿有形 而自己家子却是越来越枯黄 观赏效果也很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花姐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富贵竹大多数是水培养护 既然是水培 那水就是决定存护 富贵竹长势是否良好的决定因素 给富贵竹浇水有两点很重要 第一,刚接的自来水 应该晾晒一天以后再给富贵竹使用 第二,换水次数 一般来说五到七天 给富贵竹换一次水就可以 间隔时间正好合适 不会频繁伤害根系 比如你的氧气也足够支撑富贵竹生长 然后富贵竹基本都是在客厅内养护 这样就会导致他们长久线不到光 叶子也会枯黄 正确的做法就是每周旋两到三天 让他们接受充足的光照 上午就不要晒了 采光五个小时左右就完全可以了 这样在很大的程度上就能够缓解富贵竹 谎夜的问题 让他们更加的有滤 跟绿罗一样 想让富贵竹也能长保有滤 我们需要定期给他们施加鸡叶肥 特别的施肥方法就是每隔10到15天 给他低加一次有机叶肥 这样就能够让富贵竹保持良好的长势了 以上就是花姐今天的分享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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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